今天很高興 來到這裡整個大球場都是我們的 這邊是香港代表隊的教練 許文邦 邦sir 邦sir 你好 今天特地來請教你 究竟手球是什麼 好嗎 訓練過很多小朋友 某場上暫時應該是中學多些 中學是比較多的 你們去訓練他的時候 你留意到現在的小朋友 在運動上你覺得有什麼方面 或者有沒有一些經驗 其實你都覺得是幫到小朋友的成長 我自己其實在教兩間很不同的學校 一間就是在秀茂平的青松中學 另外一間就是在沙田的林大輝 目標當然是以手球為本 跟著以比賽成績 但是你會見到青松中學 希望用球類 不一定是手球 這個是他們學校的宗旨 不一定是手球 可能是籃球 可能是其他運動項目 就把它慢慢建立一些好的品格 例如我們本身很著重遲到早退的責任感 跟著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其實這些全部 或者我們另外就是紀律 這些全部都是靠球類運動 建立回來的 還有我們看的東西 就不是那麼短線 可能你說一場比賽 這一年接下來有一個學界比賽 其實贏輸我們都會以他人的標 但是我們建立的是一個六年七年 或者他畢業之後的一個人 希望他能夠是可以好好地在社會上立足 因為我們都預算到他未必可以 繼續玩 繼續玩 或者讀到大學 可能要很快出來工作 但是我們在球隊裏面建立了一些特質 他們出來做事其實是被人休息 剛才你說訓練的小朋友出來做過什麼人 是不是 你可以在小朋友 這裡多說一些好嗎 好 我們球隊有時候不會只是重視在比賽裏面 比賽雖然很重要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目標 建立他們訓練的時候 積極去訓練的 投入訓練的目標 但是其實我們有時候手球教小朋友 會有些長的目標 就是希望他們會建立到一些好的良好的品格 紀律 歸屬感 責任感 就是全部這些我們都是用球隊去養成 而且這些數字不是說你一時三刻 或者用一兩句說話 他就會記得 你要用很長很長時間 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中一中二中三 都是習慣了可能遲到的 是 但是你不斷告訴他 你再遲到我就不讓你下場 是 你再遲到 可能或者罰他 或者用很多方法 就是軟爛劍師 我們叫做 又罰他又讚他 又什麼都好 哄他 那最後呢 可能他真的最後變成一個很守時的人 那這件事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 嗯 除了守時之外 其實很宏觀 就是很多不同的事情 嗯 令到他們 我自己教學生 很多出來 可能未必再接觸手球了 或者沒有機會了 是 但是他們做事 相對他們都會有一些很好的回響回來 就是跟老師說 哇 幸好當年你跟我說 說要我做好這些事情 現在我工作上呢 不覺得很辛苦 是 就是因為我做好了這些事情 是 而不是他覺得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覺得 上班守時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是 但是原來他已經習慣了 嗯 在球隊的六年七年時間 是 其實我們 很多現今的教練都是很希望 或者中學教練 都是很希望建立到這些事情 嗯 嗯 因為其實你說小朋友 就是 就是很漫長的 很漫長 對 要很有耐性 還有我們不能夠跟著他一輩子 未必跟到他一輩子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這個中學時期的生涯 是 他又很肯投入在球隊 嗯 我們也要在球隊裡面 給他一些東西拿走 嗯 而不是單單一兩塊獎牌很簡單 是 對 那譬如現在你說當訓練 興趣班就可能是可以一個禮拜翻一次 是嗎 如果是興趣班 是啊 但是如果你說要栽培到香港代表隊 就一個禮拜要多少次 我猜都要兩至三次 是 還有 看看他自己那個學生 自己他勤不勤力 嗯 有些可能 除了學校的訓練 他可能還會報一些外面的自己的訓練班 或者我們叫做坊間有些區隊 或者有些私人機構 例如南華會 是 搞的暑期訓練班 是 其實這些都會幫他自己個人的技術 那個運動成長 嗯 那其實成為香港隊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因素 是 可能他真的要自己很熱愛 很喜歡 很熱愛 很投入 很投入才行 你說只是靠學校的幾課 都可能可以 嗯 天分可能很高 但是他最後始終都要去到 去報名 就是他怎樣都要跨出自己第一步 去報名青年軍的選擇 那他才有這個機會 是 OK 還有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 是嗎 絕對非常之重要 是 如果家人是不支持 他是 我也聽過 就是 雖然這個不支持 是正面的 是 我就說說一個經驗 就是 女子隊有個球員 是有天分的 但是 原來他不想 家人不想他再打手球 原因呢 原來他彈琴也很有天分 哈哈 就是他怕他弄傷手指 那他的手指真的很幼 是 那手球又有少少怕他打 連隊 吊 或者普通可能 那個球捕如打 他怕他弄傷他就不能彈 是 是 那這些我們理解 但是 你就聽到 其實家人是很重要的 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嗯 家長最怕他們危險 其實最多都是拆傷 那些 普通 可能落地不小心落地 跌倒 或者拆傷 正常都沒有很大的損傷 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教 那個手球項目裏面 是 我們已經講好所有事情 哪些是犯規 哪些是做得 哪些是不做得 嗯 當然啦 他如果做了一些 我們講到明不做得 例如他的球員 跳起射球期間 他一手這樣拉他下來 那這些當然是一定很危險 嗯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教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教他們安全 嗯 是 好 好 好 齊